据央视新闻,8月2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披露答记者问 有记者提问,8月20日,欧委会进行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披露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方此次公布的中裁披露并未充分吸纳中方意见 仍坚持错误做法,采出高额税率 还利用抽样区别对待中国不同类型企业 扭曲调查结果,该中裁披露是基于欧方单方认定的事实 而非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高度关切 6月底以来,中欧双方基于事实和规则 旧本案开展了十余轮技术磋商 中方一直本着最大诚意,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与欧方妥善处理贸易争端 希望欧方切实与中方相向而行 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加快探讨妥善解决方案 用实际行动避免贸易摩擦升级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